今天我们要吃上海冷面的天花板 在普陀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先吃个附近小有名气的汉堡店 汉堡66去看看 66牛肉汉堡 薯条 单里个鸡翅一对就好了 然后我还要一个那个 Chicken Slider 就是炸鸡汉堡 好 这个就是油嘛是吧 对就是牛油 牛油啊 这个是肥瘦比是多少的 大概是 三七到四六 三七 好 熟度有可以挑的吗 可以啊 七分熟吧 对我们标准就七分 好好好 好 好 没了 你 没了 没了 好 有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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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没关系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来 拿到我汉堡了 我点了个牛肉汉堡 再加了个鸡翅 另外还点了个炸鸡汉堡 等一下再来 那这个汉堡盛行呢 其实是1904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一个 St. Louis World Fair 就是有一个博览会 有人就做出了 像汉堡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火了 那个小贩呢 很遗憾的被大家忘记了 就是没有抓住这个营销的机会 说不定抓住了就变网红 麦当劳就他家的了 那还得说一句 就是我对汉堡的要求 会比较高一点 怎么样是地道 怎么样是合格 可能就是会比较严苛一点 那我们当然了 第一个从汉堡吃看看 拿起我们汉堡 通常会稍微挤一下 然后它算是比较标准的汉堡 酸黄瓜 Tomato 应该是Cheddar吧 然后再汉堡肉 吃看看吧 一口 确实还蛮满足的 你可以吃到牛肉的颗粒感 其实是蛮香的 外面配了酸黄瓜 这个Tomato 给你一点那种水润微酸的感觉 就是以我的喜好来说 酸黄瓜太多了一点 来我剥下一块这个肉 我们单吃这个肉试试看 颗粒感有 但是肉的品质可能稍稍差一点 但是48块嘛 你也不能要求太多 通常我都是对标Shake Shack 真的可以比Shack Shack好吃 那就是一等于 这个还差一点 来下个吃看看这个Buffalo Wings 这个就是真的是美国人发明的 听说是1960几年的时候 在Buffalo一家小店发明的 所以这个就后来叫做Buffalo Wings 来试试看味道如何 蛮不错的 这个好吃 鸡翅炸的很软嫩 跟美国的至少有八成相似了 稍微有一点点甜 外面的果的皮也还酥脆 不过通常啊 美国吃的这个Buffalo Wings 很多的那个皮是非常的非常的薄 甚至是没有果粉的 我这个也是好吃的 来 下一口 沾点Range Dressing 这个其实也是标配 来一口 我一直都吃不惯Range 油油奶奶的味道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加Range 单吃鸡翅就好了 最后撕看薯条 他应该加了一些PARMASAN CHEESE吧 一口 薯条不错 外面脆 里面还是蛮粉嫩的 最后撒那个芝士 那么饺会跟奶香的回味 其实还蛮不错的 来最后一个这个是炸鸡汉堡 两片炸鸡汉堡 来一口试试看 这一口最明显的就是鸡排的酥脆感 应该算是中国特色的这种炸鸡排 跟老美的其实还是有点差别 不过应该是鸡腿肉 外酥里嫩 质味还是不错的 这个好吃的炸鸡汉堡 好吃 好谢谢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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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要冷面二两 然后小龙锅贴 一个腊肉焦头 再一个鲜肉月饼 好吗 好谢谢 谢谢 你好 来这边吃 交上去好 好可以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哦漂亮 你好谢谢 对这边吃 好谢谢 好谢谢 来拿到我点的东西啦 我点了冷面加了腊肉 然后锅贴小龙 最后来个鲜肉夜饼 然后现在他们看我拍视频 帮我安排了一个包厢 这边旁边都是冷柜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仓库 挺特别的包厢的 这个冷面呢 真的来源已经不可考了 这个整个大江南北啊 凉面冷面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 这一家特别的地方呢 是在于他们听说是发明了 用电风扇吹冷面 在他们之前呢 都只是用冷水弄 这个卫生可能差了一点 那他们的酱 主要加的是花生酱 酱油醋啊 之类的调味 那我们当然 第一个就从冷面开始吃吧 因为怕放久了 坨了 现在先拌一拌 我们先吃一口看看啦 第一口冷面 嗯 嗯 浓存香的花生酱 所以他这个面真的就是滑溜顺口 主要的味道出来 是甜 甜了以后 微微酸 微微酱 还要再一点微微辣 简单的几个材料加起来 就不知不觉 就吃掉一整盘 夏天吃 赞 那我们现在来吃看看他的腊肉 嗯 软嫩有嚼劲 蛮甜的腊肉 甜比辣 多很多 来下一个是锅贴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下面煎的挺焦的 呃 感觉 不错 吃看看 下面的皮 应该是叫微微脆的 但是 因为我放了一下了 稍微一点软 那旁边的皮 倒是还蛮韧的 那肉呢还是蛮鲜的 不过它是加葱的 会多了一个葱味 不过我吃了三个 只有一个豹汁 所以可能这个 品控啊 不是那么好 但是也算是 可以的锅贴了 下一个小龙包 这可不是汤包啊 还是有点区别的 大家知道区别在哪里吗 知道的 评论告诉我 来我们现在一口吃看看 嗯 汤鲜 哦 里面的馅吃起来 跟锅蝶是一样的 汤不多 但是足够鲜 蛮有嚼劲 偏厚 也算是 比较传统的小龙包 好吃 来 沾点醋看看 这次开口了 一口 甜甜酸酸鲜鲜 可以 最后还有一个鲜肉月饼 感觉表皮也是烤得蛮酥脆的 一口啊 还不错是 可是他应该是用了很多的油酥 那面皮还一层一层 酥到有点脆的 里面的肉呢 蛮饱满的 你可以一咬下去 还有肉的鲜味 看不错 当然啦 真要讲的话 还是光明春好吃一点 谢谢啊 很好吃 跟你拜拜 好来吃了汉堡 吃了冷面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 我最喜欢冷面了 好这就影片了 拜拜